我刚刚有把程式也是一样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刚刚只能输入三次就这一段 OK 如果你自己check一下 如果有错的话自己再修正一下 其实这些写法的话尽量就是能够把它熟练 OK 因为以后我们会有蛮多地方会练习 比如说请你把之前我们做过的所有前面网路上面资料 都可以拿来直接全部写到资料库 包含哪一些呢 后面其实像什么会员资料吧 OK 学生成绩资料吧 甚至呢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什么那个全省邮局地址吧 对不对 邮局地址好像五个栏位吧 所以你要五个栏位 对不对 那你要建五个栏位 然后栏位形态给他 然后就跑insert into 然后insert into的时候你就一笔一笔read lines 然后就把它切割分别一个萝卜坑 把资料全部放进去 也没有办法如果可以的话那表示你真的学会了 OK以后的应用 所以再来就是说这些都基本的 但是你要怎么样跟你其他的工作结合 OK你就要活用 你说真的 其实我后来发现真的学不再学得多 而在学的你要能够真的真的懂 而且真的懂得怎么用 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 很多人真的写一大堆 我发现很多人书里面写一大堆真的不需要 有的时候真的不用那么绕一圈 跟最后写一大堆其实有时候两三行就可以搞定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导不必要 OK 当然你要 为什么他会写那么一大一箩 因为我觉得他有些地方还有他的盲点还没有突破 所以他写很多 OK 所以 所以有时候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经验吧 OK 那后面的话我们再来看 像 我有一本书吧 我刚刚跟各位讲 然后会查询 所以刚刚查询的重点就是 神类语法 这个 后面其实你还可以在家会有子具 有没有 比如说你要查哪一个会有 哪一个栏位 然后等于什么 比如说你要查一号 你就可以再把一号加上去 不过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 再多一个功能 就是删除 比如说我今天查出来之后 里面总共会有三笔好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删除某一笔 怎么样删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多一个delete 那我就把这个module复制贴上 后面把它改成cursor底线delete 然后利用那个刚刚slate的时候 来把它改 里面其实我主要是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x 这x等于什么呢 让使用者输入 请输入要删除哪一笔 所以这后面的话呢 我就一个什么input 然后后面的话呢 跟他问一下说 请问要删除哪一笔 然后得到之后的话有个x 那一笔 特别注意 其实你只要把这两行 sicle string跟cursor把它复制这两行到下面 再改一下就好 特别注意下面是查的 所以我们希望删完之后再查 那删除怎么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改的话你就是改一下 第一个的话请你把slate改成delete 后面不要新号 就from哪个table 不过特别注意 就是如果你definitefromtable这个叙述 我执行的话 它是把所有的这个记录都删掉 ok 但是我只希望删除了 比如编号是1好了 或者2或者3 好 那我后面就是做一个条件 will 哪个栏位 number 等于 后面一个变数 当然如果你原来写是写这样 1就是31 可是我希望这一个资料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上面的这个变数 那我就加一个x 那这样的话 它就输入请输入哪一笔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ok 那最后把它列出来 大概我就加了这三行就ok 应该可以看得懂 删除 最重要就是delete 后面特别注意 就是number 会有number等于什么 然后把它执行一下 接下来的话 请输入删除哪一笔 好 比如说我删除1 enter 有没有 23 就只剩下23 再执行 假设我今天又要删除2的话 enter 不过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刚刚1不是删掉了吗 怎么现在还在 特别注意哦 还差一行 对 就是在你excuse之后 有没有 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没有少那一行 它是不会确认的哦 有没有 刚刚不是有个确认 确认就commit 所以如果没有commit 它其实是只有做假的 因为有点像你 什么输入一些已是有公司 最后忘了打勾 你没有执行 所以最后的话记得哦 在后面加上一个什么 count 重点什么呢 最后那个commit 什么 commit 小瓜糊 ok 这样子的话特别注意哦 才是确认 但是特别注意哦 因为你想说那老师为什么slide 因为slide是唯独嘛 就查而已嘛 那如果你今天是insert 写入 跟删除 有没有 跟修改 因为它有什么变动资料 或者是写入资料的话 你一定要commit 如果没有commit的话 那它还是不会变化 只是说你 马上删 马上查 好像少了 但实际上它资料故事 还不会变动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来试 特别注意哦 这个叫commit 这个很关键哦 因为之前有同学发生过这个问题 少写这个 然后执行一下 ok 然后哪一笔呢 第一个帮我删掉 enter 好23了 ok 那如果再执行一次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不能3 1了 因为1不在 3 2 enter 剩下3了 那再来再3 就没有了 所以里面就变空了 因为我们只有输入3笔 所以 特别最关键的地方commit ok那请各位试试看哦 再把那个刚刚的slate 我刚刚的重点是1 先把那个笔下这边 enter一下 然后把这两行复制 然后上面多加一个x 输入 请问要删哪一笔 然后把它串 这个语法的话 我建议是 像这种比较基本的语法哦 还是稍微把它记一下 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我建议你把它写在笔记本上面 因为这个是还蛮常遇到的 哦 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 ok然后 最后呢 记得一定要加个commit 这样就大公告证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删除部分 那最后就有一个就是修改 哦 所以在 哦 这个seql里面最重要的 四招 哦 如果你这四招呢 能够熟练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 在一般性的工作上 已经够用了 哦 只是说也许 有一些像 seql里面 可以再接很多的叙述 比如说会有哪一个栏位 做筛选 或者order by 你要排序 或者是说你要针对那个 查出来的那个栏位 的个别栏位啊 或者给取别名等等啊 反正大家都变化 那些哦 其实在网路上啊 或者是仿件书籍都有蛮详细的说明 你需要再去查 最重要的是哦 那个关键那个叙述 其他的都是慢慢加上去 所以我建议哦 也许后面加的东西 哦 你可以在自己加 但是基本的东西哦 基本架构 我觉得这个最好是能够 把它记起来 OK哦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练习 删除哪一笔记录 最后记得要加个commit 不然的话 他等于是 好像第一时间查询的时候 真的有看起来有三 但实际上 没有commit 他资料部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在云端上其实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 你们在云端上 这个刚刚的删除啊 OK 这边其实也有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 如果我建议啦 你打字比较慢的同学是可以Ctrl C Ctrl V 但是如果Ctrl C Ctrl V 完之后 我建议你还是要重新自己打过一遍 尤其是那个sicle语法 那另外就是有同学问说那个sicle语法里面 有没有区分大小写 其实是没有啦 所以你爱打大写也可以 你爱打小写也可以 只要你要有个统一的方 统一的方式就好了 OK 如果我在云端上好像那个table名称 好像是table03吧 我把它改一下 table0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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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大家